基本上白色刨的還是綠的根 因為他們連動性太強 所以當柯從15%以下 爬回來多2%多的時候 傷的是民進黨 賴蕭就掉2% 好 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民進黨的策略應該怎麼走 才能守穩自己的年輕票 第一個就是蕭美琴的 那個形象是正面的 所以他們現在很怕蕭美琴 去跟小雞浮選 因為蕭美琴的這個形象 包含連柯文哲 為什麼要去蹭 所謂的蕭美琴的爆貓罩 他也要PO一張爆貓罩 只要有流量他都往哪裡跑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路線 他為什麼要特別提出 所謂的蔡英文路線 因為蔡英文在年輕人 上次的投票的817張選票 是這一群所謂的40歲以下年輕人 在過去是投給蔡英文的 所以當柯文哲 如果你沒有辦法當選的情況下 他的second choice 有可能就是賴蕭培 賴蕭培才叫做蔡英文路線的接班人 所以他為什麼說 我也要走蔡英文路線 目的也是在這個 而且他還罵賴清德叫做台獨 為什麼要特別講他台獨 也就是說他區隔 他跟賴清德之間的不同 所以他才罵賴清德是台獨 但是我要說的是 你剛才學前直接說 你是小英接班人算了 你不要敢講 你把小英糟蹋成這樣 你現在還敢說你是小英的接班人 所以他罵賴清德也是不對的 賴清德台獨的定義就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如果台灣現在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柯文哲你現在在選什麼 選個屁嗎 他自己說的台灣主權是個屁嘛 所以如果今天台灣不是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現在這三組的候選到底在選什麼 所以賴清德的所謂的務實台獨工作者 他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 因為台灣現在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這個過去的他的努力的方向已經達成 未來他就要走所謂的四個堅持 跟四大支柱的方向去保護捍衛台灣的主權 這可見賴清德沒什麼好攻的 所以打來打去大概就是這一些 我想請教一下名譽 所以柯文哲現在回談之後是彈花一現 公主會往下走 還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還有我們看選舉這麼多年了 沒有看過一個候選人拚命喊窮 拚命要募款的 你至少講出一個感動人心的故事 三隻小豬就是一個故事 很感動人心 這個柯文哲到底搞不出一個故事是怎麼回事 他現在連自己的路線都搞不清楚 就像調色盤一樣 覺得好像自己的票掉了 他就開始講說我內心是深綠的 深綠但是沒有人會相信 包括今天又講了什麼 包括他今天又講了什麼 要棄藍綠什麼救台灣 基本上你一下深綠一下又棄藍綠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什麼路線 那回過頭來講說他現在沒錢 所以沒錢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那個KPTV是非常非常的陽春 就我瞭解KPTV是柯文哲下令要創的電視台 因為他覺得說現在電視台都對我不好 要不然就罵我 要不然就笑我 要不然就是 不然你就自己欠罵 這也沒辦法 所以他是下令要創這個KPTV 但是剛剛大家講過 他其實不只是說線上的人數不如預期 像我昨天看他其實剛剛慘到 不是只有像李正浩說還有五六千 他慘到只剩下三千多 很多人還會擔心說 如果你在這樣子下去 你是不是不到三天你就關台了 現在剩一千零八十 我的來賓是誰 來賓是吳淳辰 吳淳辰 你會害喔 你還對 我們這樣給一下 都安全名單 這些都安全名單 我們王毅川十六 十四名 你看他流量多少 吳淳辰 你現在會出事 沒通告了 那我必須講 其實也 王毅川下有四個字 叫做流量密碼 結果這幾個都會出事 不能再找來KPTV了 好啦 我們在檢討 來賓是有點過分 但是事實上 他最大的問題是你有形式 沒內容 因為你去看他那個KTV 就是搬兩張凳子 然後找兩個人來尬聊 就尬聊 你知道 那坦白講 你不是每一個人 第一個不是每個人 像李正浩 或像很老公 我為什麼說陳昭之 或說像吳淳辰 他們為什麼流量這麼低 不好意思 人家他就不是尬聊的咖 那你再加上比如說陳昭之 大家會覺得說 你找一個生旅來 你這個跟 你看這就印證 那個KPTV 人家那個不買單 就代表人家不認同你是 你民眾黨是深綠的 那吳淳辰他也不是說 很會講的咖 你就搬兩張椅子來 這樣子尬聊 當然誰會八個小時 訂在你那邊看 那說實在 他不只直播產 他現在整個總流量也很慘 像柯文哲全盛時期 我不敢相信 六個月前 他的總流量還有兩百萬 現在掉到只剩下十萬不到 你就知道他整個整個 你說的總流量 是指所有平臺網路的露出 就是他的那個瀏覽率 就是我們直播完之後 你會剪一個影片 你在網路上 那整個瀏覽量 大家會看 他以前還有兩百萬 現在只剩下十萬不到 你就知道整個掉的 非常可怕 那當然他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你去看KPTV的這些人 通通都是同溫層 我講一個最關鍵的事情就好了 當時柯文哲他在開播的時候 他上線他不是一萬人在觀看嗎 你知道掉的是誰嗎 掉的跟他同時在線的是 朱學衡跟比特王 那就代表說 朱學衡跟比特王 現在都是挺科 就言論比較偏科 所以代表說 你吸的都是同溫層 因為比特王就是靠挺科 因為他的斗內 他的流量通通都是來自科粉 那些柯文哲本人正牌來了 反正就是科粉就是這幾個一來一去 我最後要講 你說克文哲他現在 他為什麼只能靠空在 不然就這樣說難聽一點 就沒錢 然後沒人 沒地方可以去站台 你相比現在藍綠 藍營現在就是到選前他要辦 15場的大造勢 包括王金平昨天也下去了 他就號令說 他三場要至少辦10萬人 這個是南部的部分 那你對賴清德來講 他們之前 從最早的信賴之友會 百公百業後援會 立委的競選總部 跟各縣市的後援總部 還有百萬人民站出來 他現在還有一個最新的 最新的就是沿路唱歌環島拼圖 這個是最新的活動 我覺得非常有創意 包括賴清德跟蕭美琴 他們要分進合集 等於說他們要整個 繞台灣環島一圈 還有群眾要拼字 我剛剛講就是說 你不但要有形式 你要有內容 你要一直推陳初心 那還有一個組織站 那柯文哲你現在一直擺在空站 然後你又沒有內容 那當然你相較於說藍綠線兩邊 整個又有內容 整個形式大拼場 組織站 整個路站 整個拼起來的話 那我覺得柯文哲你不被邊緣化 這也很難 不過還是要鼓勵柯文哲 雖然柯文哲 這個我笑他的行程 我對他某些言論是非常不以為然 但是你就走該走的路 去打一個小 但是要美跟精緻 你現在只有小 又不美又不精緻 你試著努力打小 但是精緻的選戰 學郭台銘提點政策跟想法 應該會稍微質感好一點嘛 好不好 虧你現在空站這麼多 沒想到現在還有回過頭說 自己是森綠了 森綠你的朋友們 作何感想 有頭還是沒頭 聽說那一天 醫院那個急診增加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一整天都不舒服 都覺得想要進去 對 然後那個肚子都中中 都覺得很幸運 我覺得柯文哲 聲量只要一滴 他就變聲綠 當他聲量高的時候 他在幹嘛 他在藍白河 他在跟郭台銘 酒侯友宜要去開房間 所以你知道嗎 那一天 當柯文哲講出聲綠的時候 我跟張維媛同一台 張維媛 我的臺北市議會的同事 他說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他不適合從政 為什麼 因為他的臉皮不夠好 他居然可以親耳聽出柯文哲 講出自己是聲綠 但三個禮拜前 跟侯友宜 跟郭台銘 要一起去開房間 要去談藍白河 他覺得政治路 不可以這樣子 黑龍洗頭 他覺得說 這個話講出來 讓國民黨的支持者想說 不然我們沒有藍白河 不然不就這個木馬屠城 對不對 居然跟一個深綠的人當副手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荒唐 可是顯見的就是柯文哲沒有 他不只行程 行程跑不出路線 跑不不知道要去哪裡 他包含他的論述 除了回頭去襯綠營之外 他剛剛那個主持人講說 你要認真一點嘛 想出你一條你的路嘛 想出你的政見嘛 因為他覺得政見不好 他唯一只有蹭藍蹭綠 才能夠用寄生的方式去得到他的支持度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繼續用這樣子的方式下去 只會這個凸顯自己的無能 另外他說柯文哲說他要走蔡英文路線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蔡英文當時提出四個堅持的時候 柯文哲說什麼 說他是廢話 蔡英文的四個堅持是廢話 他說如果是他講的話 是他就是中共同路人 但當蔡英文在講四個堅持的時候 柯文哲說兩岸一家親 他去跟上海雙城論壇的時候 上海市長說我們都是中國人 柯文哲不敢反駁他 所以柯文哲現在竟然好意思 森綠的說我們都是中國人 是 是不是很好笑 然後他那時候會罵蔡英文 四個堅持的原因 是哪一句話他不敢講 就是蔡英文提及的說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他這句話一拍戲他就不敢說 結果他現在說他是森綠的 請問森綠是哪一個 森綠不是就是應該是要堅持 臺灣獨立嗎 對不對 結果他嫁當工 娃娃什麼 娃娃賴清德 說他是什麼 臺獨精酸 不要變成臺獨 這位真的很難聽 我講不出來 如果你認為爭取臺灣的獨立性 要被你罵成是歸孫的話 那你的勝率 你的勝率的價值是什麼 三十幾天 無心營到現在 飛到國外去 現在迷航 真好講說要辯論 找不到人籤 我認為搞不好他在那邊巡迴 到最後迷航 不知道在世界哪一國 在那邊渡假 你知道嗎 再選前十天回來就好 因為他一回來 他的民調就往低 而柯文哲現在民調高的原因 我告訴你 我認為他跟趁這個蔡英文是有關的 因為蔡英文 趁了蔡英文就有柯的票 趁了蔡英文 就有年輕人喜歡的那個部分 而且柯文哲 誰都罵 只不罵一個人 那個人是誰 蕭美琴 蕭美琴回來的時候 不敢碰蕭美琴 是 你知道他誰都罵喔 精算師耶他 他對蕭美琴是怎麼樣稱讚 他說蕭美琴真的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為什麼他知道蕭美琴有能力 他今年去了美國兩次 你知道他去美國兩次 第一次的時候大家不是笑話說 他在紐約公園坐在那邊沒行程嗎 你知道是我們的駐台大使 蕭美琴幫他安排了非常多的行程 幫他安排 是 去見了美國非常多的官員 所以他絕對知道蕭美琴的影響力 還有蕭美琴的能力 所以他誰都敢罵 就不敢罵蕭美琴 也因為這樣子 我跟你講如果他的選票可以逼到 跟他很接近的話 他連他的恩人蕭美琴都敢罵你 你信不信 我相信 可是因為他現在是往下的 所以他不敢 他先顧本專案 他現在先趁他們 先寄生 寄生在他們的價值上面 就能夠把他的民調往上 可是我跟你講他這個人 就是他只要民調一高 他就忘記自己是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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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